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繼續跟進以色列和伊朗的戰事 以色列那邊和美國基本上是在昨晚的時間 攔截伊朗的導彈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失敗的 因為伊朗發射那堆的導彈 基本上命中率達到百分之八十 是八成的 為何會那麼厲害呢 可能是因為導彈預計的問題 用二百支導彈是要用六百多支導彈去攔截 也不奇怪 他們可能是即時間沒有那麼多貨 也不奇怪 另外就是伊朗那邊更加是用了高超音速的導彈 發達克去做一個攻擊 所以他們未必攔截一些那麼先進的導彈 內塔利亞湖很生氣 就說反擊 一定要反擊 伊朗就跟他們說 你夠膽反擊的話 我夠膽打再狠一點 到底整件事又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一起對待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伊朗那邊就說 第一波的導彈攻擊成功率是80% 有八成的導彈全部命中 是打到以色列都頗狠的 以軍就說一定要反擊 在昨天的時候 伊朗10月1日對以色列發動了一個導彈攻擊 因為你計算一些時間就差不多了 以色列全國各地也拉響了一個警報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圍隊 IRGC之後就發表聲明說 第一波的導彈取得非常好的成功 又說這個行動是根據聯合國的憲章賦 要遇到伊朗的合法自衛權去發動 而的確確 如果它是按照著憲章的話 你催它不像 是應該要發動一個自衛權 去打回以色列 而今次這個行動 亦獲得伊朗最高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是去批准 並且在伊朗的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的指示下進行 他們都說 如果以色列作出軍事反擊的話 將會面臨毀滅性的攻擊 說到這樣 你以色列反不反擊好呢 對不對 哈馬斯亦發聲明說 他讚揚伊朗一系列的行動 亦都說 這個回應 就是回應以色列對巴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侵略 亦都說 以色列的罪行、傲慢和違反國際化的行為 已經超越了所有的界限 而以色列的國防軍的法議人哈加里 他就說 伊朗發射了差不多 大約有180支導彈 他說大部分被以色列攔截了 現階段 就說 未發現其他來自伊朗的空中威脅 民眾可以離開一個避難的地點 然後他說 他一定會作出一個反擊 我想說 伊朗除了導彈之外 他們的無人機是做得相當之好 如果他們不是玩導彈 而是玩無人機的話 數量可能會更加之大 帶來的攻擊可能也是更加之高 所以如果以色列真的激到伊朗 無人機再加上 或者他用無人機 之後再緊接導彈的話 他一次過發射過千樣的武器過來 以色列是不會抵擋得到 連美國也不會抵擋得到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圍隊發布一個聲明 就說 為了回應哈馬斯的領導人 哈尼亞 尼巴嫩真珠黨的領導人 納斯魯賴 以及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圍隊高級將領 尼爾福魯上的遜難 所以 伊朗的導彈就瞄準了 以色列的核心地帶 而且八成的導彈是打中了目標 而伊朗的民航組織 他們在一日晚上的晚上宣布 鑑於地區局勢可能的導彈襲擊 伊朗取消了全國2日上午10時前的所有航班 但是以色列的國防軍IDF就說 不知道有造成任何傷害 即是他說 哈?你打了我嗎? 我不知道 我不痛 我不知道我有痛 以色列的緊急醫療機構 洪大衛盾會 他就說 沒有折獲到任何因為火災 造成的人員傷亡報告 但是特拉維夫就有兩個人 因為蛋片造成了一些傷害 以及全國各地有部份人是因為很匆匆地避難 所以就有些輕傷的案 是否真的這樣呢? 不知道 有些是否炸死了就算了呢? 也不知道 還是他們的防空是真的做得這麼好呢? 那就要伊朗再治療多幾次 才知道以色列那邊是否真的防空做得這麼好呢? 而針對著伊朗這次的環拖 英國的首相斯基賢 他說予以譴責 以色列打幾個國家的時候 尼巴嫩、哈馬斯、敘利亞 這幾個國家的時候 起碼有幾個國家的時候 那你為何不予以譴責以色列呢? 別人還拖你就予以譴責別人 喂 你們的雙重標準很雙重標準而已 是否則譴責他們 呼籲緩和該地區的局勢 都頗… 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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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頗不要面子的 頗不要面子的 即是不斷地強調 喂 你被人打就行 你打人不行的 譴責你呀 這樣 其多分別就是向以色列的總理 內塔利亞和約旦國王阿布道 無緣無故進行一個通話 那你不打給伊朗那邊的? 你不打給黎巴嫩那邊的? 黎巴嫩被人打,你不打給他? 是不是? 那麼… 哈馬斯被人打,你不打給他? 雅門被人打,你不打給他? 罪利亞被人打,你不打給那個領導人? 你是要跟那些壞人和約旦的 是要打給內塔利亞和約旦的 德國外長貝爾柏克就說了 以最嚴厲的措辭去譴責伊朗 並且表示伊朗必須要立即停止攻擊 那為何你不譴責以色列叫他停止攻擊呢? 一切的矛頭是由以色列開始的 為何你不搞以色列 自家製也是第一次啟用的高超音速導彈 法塔克 伊朗的媒體之後證實 伊朗在昨日的確確發射了 法塔克二型導彈 去摧毀了以色列的防禦系統 伊朗的邁克爾通訊社報道說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昨日1號的時候 是首次使用法塔克二型的高超音速導彈 還有是戰二型 戰三型的一個雷達導彈防禦系統 用了這些東西 即是用了一些很高先進的科技 然後就說 根據以色列那邊的統計 就說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180支導彈 伊朗革命衛隊就說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用了幾十個導彈 已經第一輪的幾十個導彈 全部命中了他們的軍事目標 之後第二輪沒有說 當然不知道是中了多少 有些人就說基本上他們打了200支導彈 而不是180支 不知道 只有伊朗才知道 伊朗沒有公佈 伊朗在2023年6月6日就進入了一些見望儀式 他們當時就說成功研發了一個遠程高超音速的導彈 法塔克 法塔克就是征服者的意思 伊朗說 這個導彈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航空航天部隊研發 時任的總統 萊希也當時出席了一個揭幕儀式 根據伊通社當時的報道就說 導彈是擁有二級移動的噴嘴 使用的固體燃料去做一個推進劑 射程是1400公里 擊中目標之前的速度可以達到13至15馬克 亦都可以穿透各種導彈防禦系統 即是怎樣呢 說真的 如果可以的話 一開播這個法塔克 這個高超音速導彈 你給我 我就會直接瞄準導彈防禦系統 直接打爆它 當然不知道是否可以 你亦都不知道那些導彈防禦系統在哪裏 但是其實你射了一輪導彈之後 你會收集得到 大概那些導彈防禦系統 是從哪裏射出來的導彈 大概收集得到的 然後你就會整個發塔克的導彈 高超音速導彈的導彈 如果真是打仗的話 我會這樣做的 OK 而 內塔利亞湖 它揚言 是說 要反擊 以色列的總理內塔利亞湖 它就說 伊朗的 襲擊 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伊朗將會 為到這件事 就是付出代價 你打別人的國家 不用說 你不用想的 你就說 別人要付出代價 你打別人就不用付出代價 OK 他就說 誰攻擊我們 我們就攻擊他們 但伊朗那邊 就繼續跟他打下咀炮 如果以色列夠補復的話 就會遭受到毀滅性的攻擊 再次強調 是毀滅性的攻擊 而今次伊朗的襲擊 還要是用這麼多導彈的襲擊 震動了整個中東的局勢 而國際油價也應聲急彈5% 當然金價也是同一時間 揮都而上 而聯合國安理會 亦是應法國和以色列的要求 就說 臨時決定 在星期三的上午 就不斷升級的局勢 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以色列駐聯合國的大使 丹尼達隆星期二的晚上 就是向聯合國的安理會 有封信給了他 在信中譴責伊朗 試圖用七條戰線去摧毀以色列 敦促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伊朗 並且將他們的革命圍隊 列為恐怖組織 但我覺得恐怖的不是伊朗 現在 我覺得恐怖的好像是以色列 當然 在以色列的角度來說 恐怖是伊朗 但我作為局外人 我覺得 伊朗怎樣恐怖也好 都不夠以色列恐怖 在美國 美國的國防部長 奧斯丁 和以色列的國防部長 加蘭特通話 五角大樓的新聞秘書 告訴記者 奧斯丁收到加蘭特的簡短講解 並且他們在商量下一步是怎樣做 美國那邊的五角大樓新聞秘書 以他們的消息指 伊朗星期二發射的導彈數量 大概是今年少早之前 打以色列的兩倍 不過沒有用到無人機 即是我所說的一樣 未用無人機 如果用到無人機的話 他們是更難搞的 以色列軍方說 伊朗在4月份的時候 發射了170架無人機 30支長輪導彈 120支彈道導彈 今次基本上是幾倍的 內德亦說 兩艘美國海軍驅造艦 科爾號和布爾克利號 有協助以色列做防守 他們大約攔截了十幾支導彈 200支攔截了十幾支 那你想想 原來攔截導彈 美國也不是說做得十分之好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伊朗對以色列發動的導彈襲擊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應該要受到全世界的譴責 他說 以色列在美國和其他盟友的協防之下 已經錯壞了今次的襲擊 所以面對這樣的局勢 你可以繼續譴責伊朗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自己都覺得內塔尼亞胡過份 所以叫內塔尼亞胡不要再打了 但是你叫他不要再打 他不聽 再打別人的國家 人家現在盟國反擊 那你沒有話可說 對吧 其實內塔尼亞胡亦都說 伊朗很快就會吸取到 慘痛的教訓 就像加沙、泥巴嫩和其他地區的敵人一樣 即是說 他都知道 他 內塔尼亞胡他們 以色列令到加沙、泥巴嫩和其他地方的人 都很慘痛 都很慘 他敢說出來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會怎樣呢 我也想看看究竟 以色列那邊會不會做一些反擊 如果會的話 我想伊朗會做一個 全面性的攻擊 去打以色列 到時 可能會有更大的 補服 或者更大的影響 都不奇怪 到底局勢會發生成怎樣呢 文傑會和大家跟進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去 了解 跟進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正好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